这惨无人道的一幕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 也是小日子过得挺舒服的岛国 极力想要抹除掉的黑历史 而它没有做到 电影上一红 超过90%的人都力推看一看这部电影 这是一座形似军舰的岛屿 大小仅有0.063平方千米 却在当时居住了上万人 很多人对0.063平方千米没有概念 那换算成9个足球场的大小 你应该知道有多大了吗 来这儿的都是一些对这里一无所知的人 富豪 明星 普通老百姓都是他们骗尽倒的对象 来到这里也就别想离开了 这里没有地位之分 他们只会分成两派人 男人和女人 男的每天要去矿场干活 而女的则被送进危安所工作 就连小孩他们也不会放过 为了能活下去 小女孩都懂得要讨好上层人士的喜欢 男丁一个个被带到数百米的地下工作着 他们赤裸上半身 一下到洞内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没日没夜的劳作 让他们感到身心俱疲 累了哪怕只是一秒钟的驻足 一次抬手的挥汗 在一旁腐视眈眈的日本人 都会挥动那罪恶的场边 边下的尖叫声似乎能扯开人的心 这个年仅13岁的男孩 正在用力凿着眼前的矿墙 就在这时 矿墙里面泄露出大量的瓦斯 求生本能的他将迅速逃离出来 没想到毫无人性的日本 却上去一鞭鞭抽打在小男孩身上 为了不受疲惹之苦 小男孩只能强忍着 又重新钻回到东北 可刚进去没多久 由于瓦斯的泄露 引发海底不动 而男孩的位置又刚好在正下方 数款巨石 从头顶上掉下的眼白 等小男孩被挖掘出来时 已经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了 其他的年轻人有想过逃离这里 然而都没有成功 这次 劳公主信古强叔 又安排三个年轻人逃离这个魔鬼般的地方 他们准备趁着深夜 拿着一块木头开始逃离 只要能逃到海面上 他们就能借助木头的福利 飘到陆地上 可刚准备好一切 其中一人却落了盾 直接被探照灯发现 另外两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伴 死在自己面前 逃出来的两人随着海水来回飘到 突然间 又一盏探照灯亮了下 照在他们身上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轮船就直接从他们身上碾压过去 两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 他们的尸体被渔网罩着拉住基地 这一天 又一批不知道实情的人 准备登船来到军舰岛上 他们需要有推荐信才能入岛 这让想发财的人们 都睁破头想搞到一封 大壮就是其中一人 他带领着乐团和女儿高高兴兴地登上轮船 在即将到达时 一座酷似军舰的小岛 一如众人眼帘 还没等船到达 就已经有一群人拿着棍棒上来一阵招呼 他们将上面的人都打了一遍 有感反抗的人 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 见到众人都老实了 日本兵才强行拽了父女们离开 这些女人被八光衣服 站成一排等待检查 就连十几岁的孩子 他们也不放过 无助的小美躺在一张冰冷的石床上 她被掰开双腿检查 日本却站在一旁吟笑 无知的小女孩用手抓着阳光 感受着些许温暖 殊不知 这使得最后一次感受到阳光的温度 女孩没被带到慰安所里 等待他们的 都是一些衣冠禽兽 在另一边的男人们 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们被带到空底中心 所有东西都一一上交 只要不听话 就会遭受一顿毒挡 大壮不知道 为什么这里和之前说好的 完全不一样 之前说到这里 一年就能挣够一套房 所以他才带着乐团来的 现在怎么会是这番场景 大壮拿着推荐信 询问是不是搞错了 可例行检查的日本兵 根本不理会大壮 而是继续忙着手中的活 他们在给男人们做着检查 衣物 口腔 身体表面 被撒上消毒粉 随后 男人们被带进宿舍里面 这宿舍与其说是人住的 还不如说连狗都不愿住 睡觉的地面满是积水 宅宅一间交集五六个人 吃的东西更是让人无法下烟 但为了填饱肚子 他们没有办法 即便有小强从碗里爬过 他们还是只能抓起来丢掉 然后继续把食物往嘴里送 能活下来的人 就会分到一顶安全帽 并送到矿场中工作 下面漆黑一片 只能借着头顶上微弱的灯光 照亮前方 矿上每天都会发生瓦斯泄露 和矿洞坍塌现象 里面异常凶险 每天都会死伤无处 另一边 身体没有异样的女人们 被迫浓妆厌抹 站成一排 今天 他们需要服侍岛上的领头人 大壮的女儿和小美都被选中 女人们只能任由禽兽摆布 乖乖听话 才能看见第二天的阳光 从没见过这些世面的小女孩 只能默默流泪 本能反应下 想躲开这些闲猪城 小美看向眼前的女孩 摇头示意她不要乱动 没一会儿 一只闲珠手伸向小美搏颈处 小美紧闭双眼 下一秒 她脸上又恢复冷淡直色 女孩蜷缩其身子 战战兢兢地看着眼前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男人们 这时音乐响了起来 女孩跑过去 拿起照片 走到舞台上 挥动双手 试图告诉台下的男人们 她是明星 她会唱歌的技能 女孩极力地展示自己 因为这里根本不养没用的人 为了活命 你要得她学会了 取悦台下的男人们 灵修看着照片 果然有女孩的画像 就觉得她是个小机灵鬼 便把女孩带在自己身边 还将她的父亲 和乐队人员释放出来 大壮看着 待在头领身边的女儿 心中五味杂陈 却又不敢说半句话 他只能咬牙强忍心中那股怒气 免得牵连到女儿和乐队成员 大壮本以为要在这里 度过凄惨的一生 然而这个人的到来 让所有人又看见了希望 这个男人是韩国顶尖特工 同样被抓来 在这暗无天锐的矿洞之中 他并不是因为贪图钱财 才来到这个地方 而是为了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救下一个重要的政客 也是劳工主心股强书 救灾的执行计划前 却差点遭遇不测 由于矿车装得太满 轮下的木板没能抵挡住 使得整车的煤矿向下溜去 不知前的男人们 发现不对劲 却已经被急速下滑的 矿车撞飞惨死 脱离轨道的矿车 一路翻轨而下 狭小的通道上 压死了很多人 瓦斯也在矿车的撞击下 喷射而出 被折断的电线冒起火花 矿洞里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为了减小损失 领头人不顾矿工们的安危 下令炸毁洞口 以保其他洞口不被殃及 小帅和劳工就这样 被困在了里面 好在小帅沉着冷静 反手又将矿洞炸开 众人才得以逃生 出来后的小帅 决定抓紧时间行动 他先强出表明身份 说自己是来救他 离开这里的 等待一些准备就绪 小帅潜入邮电局 发电报 与营救人取得联系 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 却意外看见 邮电局保险箱内 强叔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此时的强叔早已叛变 成为日本头领那边的内应 每次他派出去 年轻人逃离这里 都会被发现 也都是强叔搞的秘 他这样的做法 无非是想收买劳工们的心 将他们拴在一起 夜里 强叔依旧给大家加油打劲 让大家不要气馁 然而还没说几句话 就被小帅无情揭穿 他告诉其他人 这个所谓替他们考虑的强叔 早已和日本领头狼狈为奸了 主人开始躁动 他们不敢相信 处处为他们好的强叔 会做出这等勾当 就在强叔准备解释时 大壮展了出来 拿出证据给大家看 同样也有人在前一夜的轰炸中 看见强叔杀害了自己的亲戚 就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越来越多人开始信服小帅的话 他一步步逼近强叔 没等他多做解释 就结束了他的生命 小帅站在众人中间 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美国已经在日本本土 投下一颗原子弹 日本即将战败 到时候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 他们是不会让在场的任何人 逃离这个地方的 如果真的想要活命的话 就趁着这段时间 岛上兵力薄弱 大家一起离开 与其在这里等死 还不如放手一搏 一个小男孩首当其冲 决定跟随小帅 看到有人领头 大部分人也都愿意放手一搏 他们趁着夜色悄悄撤离军舰刀 小帅率先出手 夺过高台上日本兵手中的枪支 由于人数太过庞大 很快引起了日本兵的注意 领头人也发现了一眼 拿着望远镜邪恶的笑容 就在这时 一发照明弹打向空中 照亮着整片打地 劳工和解救出来的妇女 呃 梓子 呃 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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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 成功逃离这座军舰岛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到二战结束后 总共七百多名中国老公 一千四百多名韩国老公 永远地埋骨于此 他们都是被活活折磨致死的 也许军舰岛对于日本人来说 是他们的民族骄傲 但是对于一星人来说 这里不是天堂 而是人间地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